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院长当时做了很多的另类医学疗法 而且你用科学的精神来检验 你当时大约做了几种 应该有48种 用科学的精神来看说 这个之前跟之后到底身体上有没有变好 有哪一些转变 那么到底哪一些是院长花了上千万 然后自己来了解之后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方法 我们今天会请院长跟大家来分享 看好你气色很好 很开心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 那个时候你自己本身是医师 是院长 然后还接到罹患了肺癌 你又不抽烟不喝酒 那种冲击性 我想医师成为病人以后 就是病人 你不再是医师了 所以你还是要接受一个疾病的事实 所以你要面对的就是 你会不会好 那你要怎么治疗 那你的存活率是多少 所以在我接到电话一分钟以后 我就查了 知道我的五年存活率只有一半 所以我三天后就完成手术 后来的状况 因为我自己应该是说 聪明反背聪明物吧 我就查了一堆非常多的文献 然后发现说 蔬菜水果是所有抗癌 防癌里面 有很多的营养素都在里面 所以我就从手术的当天开始 吃全素 那吃全素呢 基本上我要再次澄清 素食不是对健康不好 但是如果对一个癌症病人 吃素食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搭配你的 蛋白质碳水化物跟油脂的一个比例 那我当时就是因为 碳水化物的比例太高 碳水化物比例太高 这在医学上的证明 就是说它容易刺激细胞的增生 所以很可能让我的癌症 又再诱发可能的其中原因之一 我在主流医学 我基本上接受非常标准的 一个治疗方式 也就是说我接受了手术 接受了化学治疗 这个化学治疗基本上是 传统的化学治疗 没有用到标靶 治疗之后呢 大概在四个月后我再做追踪 这个肺部又重新长了非常多的 细小的一些总块 有一颗一颗一颗小小的白色的 而且这个总块的位置 这距离我开到的位置 刚好是在隔壁 所以它复发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只是最后没有做病理的切片去证实 对 那你那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当平常在看病人的 这些X光片或者检查的片子 跟看到自己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当然会有大的冲击 一个是当你面对别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只是当作一个旁观者 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 可能你还是有同情心 可是当你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我想那种恐惧害怕还是有的 我是必须要承认 OK 好 你是一个科学人 是一个医界的人 所以你一定会去检讨说 到底生活当中生命当中 出了哪一些环节 让癌细胞有机会来攻击你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哪一些原因 因为你不抽烟也不喝酒 而且还喜欢爬山 是的 我想事出必有因 所以我也是一样发挥 医师的精神 又开始查了很多的文献 所以我就归纳了我自己 罹患癌症的原因 包括 我后来去检讨 我的 我自己的叔叔 在我生病的前四年 也是被诊断成肺癌 我的父亲本身是 心血管疾病 但是根据王威公教授的理论 心血管疾病也是肺部 功能不良所引起的 我的家人里面也有过敏性鼻炎 也就是说基本上 我们家族就是一个 在肺功能上面 不管从中医 西医的角度 是比较虚弱的一种体质 所以基本上 遗传还是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其实这几年在肺癌的部分 遗传 家族病史这一方面 其实大家蛮担心的 没错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跟菜医师一样 我不咽不酒 我又有运动 而且我还吃很多蔬菜 为什么最后检查出来 发现肺癌呢 那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是 如果家里面有二等亲 就是比如说你的直系清楚 爸爸 爷爷 或者你的小孩 孙子 或者你的兄弟姐妹 有肺癌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我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说明 这是万芳医院之前发布的一个案例 那故事中的主角 这个吴小姐 吴小姐呢 他们家总共爸爸 妈妈 他大姐 他二姐跟他 还有两个弟弟 除了爸爸肺结核死掉 还不知道是不是肺癌之外 还有一个弟弟在追中东 其他的都确诊是肺腺癌 天啊 对 而且其中呢 母亲呢就是早年就因为 2002年就因为肺腺癌来死了 然后她大姐呢 来得非常突然 她说当年呢 大姐是觉得自己怎么感冒 咳嗽一直不会好 到后来真的咳到很严重 感冒得非常严重 想说这一次怎么这么严重 后来去检查才发现说 好像你肺里面长东西 结果你知道多突然 它长那个东西 不是我们通常要做化验 或做检帖 它还没来得及确诊就过世了 还不知道到底是良性恶性 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就过世了 后来呢这个吴小姐就觉得 我们家怎么这样 我爸爸肺结核 我妈妈肺癌 我姐姐这样就突然过世了 所以有时候她就开始觉得 自己怪怪的 因为她觉得说 那我有没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因为她开始觉得自己被痛 好像有点怪怪 在这种情况下 她就去医院检查 医院就说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好像有家族室 我帮你用低剂量的 胸部电脑断层来检查 一检查发现有一个 2.7公分的毛毛 像玻璃一样的 毛毛样的地方 她就说 我要帮你取样 取样之后证实 她也是肺腺癌 然后这个时候 她的姐姐在负责照顾她 因为她去住院 姐姐照顾她的时候 突然也觉得自己毛毛的 自己怪怪的 对 想说什么会这样子 后来姐姐也检查 发现姐姐也是 有一公分的结结 本来那么小的结结 他们想看起来 还没有看出她到底坏不坏 结果想说 因为你们有这个家族室 还是拿出来好了 拿出来一检查 又是肺腺癌 这时候才把她 两个弟弟抓来检查 结果一个已经确定 应该有事 另外一个还在追踪当中 所以一家你看这样七口 除了爸爸肺脊核先过世的早之外 其他几乎现在除了 追踪中的弟弟 无一幸免 其他幸好早期发现 没有因为感冒来不及治疗 所以她就知道说 以万房医院 他们自己就已经至少发现 有15个这样的案例 而全台湾 当时我们国家为了研究说 肺癌相关基因 至少找到600个肺癌家庭 所以说如果二等亲 就是之内的 真的有罹患肺癌的病史 真的不要轻忽 想说我健康饮食 不酸不酒 我有运动 我有瑜伽什么 跟我无家 这不一定是没有关系的事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上 也是我们也是有遇过 这样子的患者 其实都是一个家族来 他最早可能是第一个来 他可能是默契的患者 因为他不管什么原因 他来就默契了 他诊断治疗的过程中 他的其他的小 他好像那一个是他的女儿 他就发现说 他也是一样就九颗 没有好 他就想说反正都来医院看了 顺便照个S光片 大家都会觉得毛毛的 照了S光片就看到 也是有个怪怪的影子 然后做电脑断层之后 发现他也是 那第二个发现 我们一般家族 如果第二个发现 同样是癌症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跟他讲 你有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 你的子女 最好就是可以进到 筛检这个流程 真的啊 医师会直接这样建议就对了 第二个 如果同一个家族第二个出现 我会跟他说 你最好其他的人都来做筛检 怎么筛检 低剂量电脑断层 是目前最适当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一般前面 都会先简单做个 S光片先看看 有的时候S光片 就会直接看到一个影子了 如果直接看到影子 我们当然就是依照健保 就会帮他做一些检查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依照他的家族的关系 我会跟他说 你最好花一点小钱 去做个筛检 其实这筛检出来之后 有的时候会看到什么 像刚刚讲2.7算大的 算大 有的时候是看到一些0.3公分 0.4公分 到底我们要不要去做 更进一步的处理 目前依照美国的一些指引来讲 大概目前抓在6个M以上 就0.6公分以上 就建议你最好去正视这个问题 一般0.6公分以下 会建议你先观察跟追踪 其实刚才两位医师讲的都是 因为有家族史 所以说你会去做一个 低级量电脑断层 但是有一些健康的人去做 就会发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对对对 因为2013年的时候 台大院长那一年就觉得说 好像要对他们的高阶主管 要多一点照顾 所以就让他们300多位的高阶主管 去做了一个低级量电脑断层 其实刚才熊熊科医师有讲过 这个就是要自费的 正常来讲 如果你去医院要求这个的话 大概就是7000块左右 他帮他300位主管检查完之后 就现在里面发现有12位 竟然得到肺癌 这简直是让人家觉得 不可思议的数字 因为肺癌发生率也没有这么高 但是好在的是 他们通常都是早期肺癌 所以手术切除之后 这几位医师到现在 都没有复发的现象 都还很不错 其实肺癌它的出帕率 其实真的是不高 特别是一半以上发现都是末期 连开到的机会都没有 像参院长这样子 还有开到的机会 其实就已经不多了 他要不是有去做低筋料断 他可能也不会发现到 可能也是到末期淘汰 可能也没有开到的机会 其实像这个 其实真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所以院长你那时候有症状吗 完全没有 所以你也是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才发现的 是的 医师本来工作上是有一定的这种 工作上的压力 因为本身我除了是一个临床医师 我还是有负责行政的工作 我在得到癌症之前 前五年我到美国的约翰霍夫斯金 又去读博士学位 所以就是一人当三人用 所以我想这个方面 应该是压力太大 这是其中一个癌症 发生的可能原因之一 可是身体上 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症状 而且我在被诊断的前三个月 还去背了15公斤 走了8天一定要走10个小时 完成中央生脉的一个 哪一段的行程 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 你去做了检查才发现 我想这部分我真的要感谢 我医院的护理部主任 原医学院主任 因为他可能有直觉吧 他就觉得说 他应该要劝我做健康检查 因为他知道我是很 他没有做健康检查吗 医院是有 但是我通常忙碌我就会一直拖 我就通常会一直拖 因为我自认为自己身体很好 还可以登山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人不能铁齿 真的喔 还是要相信主流医学所建议的事情 但是因为蔡院长他是院长集成物 所以他有附证低级量电脑断层 一般的员工是没有的 一般员工是没有 一般员工是没有 但是刚才一直有讲到说 到底谁要去照低级量电脑断层 一定要照这个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低级量虽然是低级量 但是它还是20倍X光的量 辐射量还是20倍 一般的电脑断层大概是100倍 它的好处是在哪里 当然就是一定比较精准 可以找出很多的节节 因为一般的X光 那个肿瘤会小到2公分以下 大概不大容易照 而且肺部大概有20-30%的地方 是照不到的 比如说肋骨后面 重隔腔 心脏后面 或是横隔膜的后面 你一般的X光是照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筛检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用X光 低级量电脑断层 就好像刚才熊彤柯一直讲的 还是给高位学生做 是因为低级量电脑断层 实在太敏感了 就好像你一般人 没事去做症子一样 因为我们肺部只要肯定感染过 你曾经之前曾经肺结 或是肺部感染 你就可能出去一些结结 当你找到结结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到底是要开掉还是不开掉 对 像刚才熊彤也讲的 我们应该找一个结结 我跟你说 找出来低级量电脑断 找出来三个结结 我到底要去把它开掉 还是一直要追踪 其实现在我们比较建议 如果结结在0.4公分以下 你真的不要太紧张 0.4 0.8就是要密切追踪 0.8公分以上 这个可能建议要切片 甚至要把它切除掉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为什么要摆一个结结 摆在那里等它变癌症 因为我都跟人家讲 你这个结结摆在那里 会变癌症的几率 比你开到的风险可能小一点 对 因为现在虽然已经用一些 都是用微創去开了 但是那个开到的风险 跟你这个结结 会转变成癌症的风险 你还是要稍微比一下 所以说除非有怀疑会变癌症 或是你实在是高额选区 就算有结结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追踪会比较好 江医师你有做过吗 我没有 我做过 江医师 好 你没有家族病师 我没有家族病师 没有 因为 没有 提醒大家 基本上X光当然要做 如果家族病师或者老烟枪 老烟枪 这个就要特别提醒了 可能在医师的建议之上 需要做检查的就做检查